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这期我们讲一下比较专情 比较注重婚姻感情 不会贤贫爱富的几种首相特点 第一个就是婚姻线 这个结婚线长度失踪 没有什么杂文干扰 说明爱情观 这个是比较专一 一旦爱上一个人就会全情投入 很是痴情 会觉得恋人的 是世上最完美的人 这类人一般都能够维持爱情的长跑 尤其是昏透的生活 更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通常能够拥有非常稳定长久的婚姻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金星环 上次我们讲这个 桃花运比较旺的首相特点 我们讲过了 这个金星带 金星带它散开了 比较散断断断续续 这个说明的首相当中 都是很重感情的 不管男女 很专一 如果是爱上一个人 他们会爱得很认真 可以为对方付出所有 不会轻易的变心 这个是跟上次讲的情欲线 这个情欲线散开了 那么它就比较专一了 那么还有一个线呢 就是痴情线 痴情线呢 所谓痴情线就是在生命线内侧 跟生命线平行的一条线 也称为火星线 又称为第二生命线 有这条线的人呢 精力充沛 工作热 这个非常的热情 更有耐心和勇气 克服困难 感情专一 那么同时呢 这个大多数啊 婚姻是比较美满的 这个缺点是 一旦认定的 就较真 认死理 对事情的 一往情深的倾向 比如说长期的 吃恋某个恋人 或者崇拜 单恋心中的偶像等等 这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 太过痴情的感觉啊 那么还有就是 两条命运线 两条命运线就是说 两条欲助纹的事业线啊 这个善待亲朋好友 做个生活有心人 观察注意身边的人 这种首相里 两条命运线的人呢 注定是一生贵人相助 这种贵人呢 出自自己所接触到的人 因此呢 如果是希望早日 能够 信蒙贵人相助 那么不如努力 提高情商 广结人员啊 这个是 两条生命运线的人 好了 有关这几种 这个首相的特点 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 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